嗨 分享一下我的工具腰帶 很多都是自己DIY的 哎呀 這是 電工膠帶 這樣比較跑不出來 這如果沒有在施工的時候 還是維修的時候 可以把它關起來 旁邊不會掉出來 這個是 起子機掛鉤 這個 放拿施工 比較快 比較順手 有時候會用 這一種的 可是這一種的 面積比較大 有時候會比較 要 撈開 所以自己 用 DIY比較小的 這個 自己做的 DIY的一樣 有時候會用這個 有時候會用這個 不一定 然後小的 充其 起子機 正轉 反轉 沒有 奇異筆 奇異筆如果沒有 果子的話 比較會 掉出來 掉不出來 而自己 掉不出來 這個 必備的檢測筆 簡易檢測筆 電工錢 電工錢 排富 壓擠 壓擠 美工刀 起子機 一致的 很少用 沒有 剪刀 這隻不錯用 卡住 這個比較不會 跑出來 這個是板手 如果放在這邊 會刺到 剛好進去卡住不會掉出來 雖然已經 壞掉了 比較實用 欸啦 水瓶池 水瓶池 這個 9.5mm 的 壁斧 一般常用的 這個是 5mm 還是5.5mm 都可以 還有這個 有時候 事工不易的話 可以用 電鎚 轉接 打擊 鎖螺絲 鎖螺絲 還有 一般 如果量沒有很多的話 束帶 都用幾條而已 所以我會 綁在這裡 如果量 量少的話 這個 可以8 24 6 8 如果不夠的話 可以再接大一點 就方便就好 不用找工具 找來找去 這個最近都上去的 因為 手受傷 剝皮的話 齁 實在太痛了 買來一直沒用 然後這裡 是 電眼再用的 3.5mm 電燈 夾 電燈夾 然後這裡是四分的水管 透明水管在用的 基本都會放這樣 我把它隔起來 比較你手在摸的時候 比較好施工好拿 不會混在一起 還有這邊 這邊是十元的 就是比較 銅管要固定什麼的 十元的 幾支啊 幾支 還有 十支的 一般 小空間的話 這個是 一般壓接會用到的 換一包 不用在那邊找來找去 還有這 六角的 我會備用 一個 壁斧 一個螺絲 有時候 大台的 三腳架 或 四支 壁斧 有時候不夠 再打一支 多打一支 不用在那邊找 這裡是 束帶 這裡是 包銅管的 這裡是 這個是耐落 預防 露冷媒 這個好用 還有這個 這個袋子本身不是很好 可是我有加強 這個是 下面有一塊PVC自己弄的 怎麼都不會整 你看 這個是板手 這個比較小支 這個是 8吋的 這個是10吋的 這個優點是 比較薄 比較輕 這個比較厚 這個比較厚 如果有戴手套 還有 如果沒有戴手套的話 這個比較出力 這個比較不會 這個角度也比較 紙 這個角度是比較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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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鐵皮在用的8 8 mini的 8 mini的 這個 要 才可以進去 這個是 什麼 階梯狀孔 這個 塊頭比較 這個塊頭品質不是很好 可是這個我比較喜歡 因為它是 一插就進去 這個是比較 起子機 如果 鎖不到的話 換小的 這個 切管刀 切管刀 修毛邊的 毛邊刀 這個 這個比較 這個也是快拆的 比較方便 不用在這邊 按一下 修毛邊的時候 速度比較慢 比較好 這個 藍色的是 12的 一般 壁斧 12 12 13 都有 現在12的 比較多 所以我沒有帶13 的 這個是 14號的 這個 可以增加 施工速度 比較不會 在那邊找來找去 換來換去 這裡有幾個 如果比較 烤螺肉 可以用 公牙的 這個比較慢 應該這個速度 比較慢 可是你幾隻 鑽幾隻 鐵皮還是可以應付 如果量比較大的話 還是要拿 大隻的 還有這一包是 如果遺跡的話 有 膨脹釘 還有 還有鐵皮 還有那個 鐵棒 很好的 這個 背用的 就少量的 都是 裝備 背著 大量的 還另外有罐子 如果有 要 施工的話 可以把這個 放在上面 這個 增加一個 磁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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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如果你是缺 一兩個 一兩個 螺絲 我這邊有一個 牆子在這邊 手從後面拿 看是要 掉 掉這一種的 還是鐵板牙的 都可以 比較快速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尺 鐵板牙的 5.5尺 25 迷你 寬的 這個是放鐵槌的 地方 就這樣 四十多關閃